当地球迷还组织了专门的斯托伊科维奇球迷会为他加油 丰厚的待遇吸引了大牌球星来到这连赛踢球 荣誉和关爱又让这些球星在退役之后还能继续为日本足球效力 2001年斯托伊科维奇在明古金俱乐部退役后一直为明古金俱乐部工作 2008年初斯托伊科维奇正式担任明古金队的主教练 2009年他带队打进了亚冠联赛的半决赛 2010年他又带队获得了球队历史上的首个联赛冠军 他本人也夺得赛季最佳教练 成为了这联赛获得过最有价值球员和最佳教练两个奖项的第一人 明古金队的后防核心球员田中斗立王巴西名字是普里奥 出生于巴西圣保罗州 父亲是巴西籍日本人 母亲是意大利巴西人 16岁时田中斗立王在日本的千叶县社谷牧章高中就读 并参加日本的高中联赛 2003年10月田中斗立王正式将国籍更改为日本 之后在2006年成为了这联赛最有价值球员 改变国籍的第二年田中斗立王就入选了日本国奥队 参加了雅典奥运会的男足比赛 2006年田中斗立王入选日本国家队 到目前为止上场43次打进8球 2010年田中斗立王代表日本国家队参加了南非世界杯 田中斗立王在京队的队友三都主 就在目前深圳俱乐部主教练土耳其埃担任日本队的主教练时 转级加盟日本国家队 之前经三都主的同意早已经将他转换国籍的申请提交到日本外务上 但是有关部门就拖不决 我非常着急 当时是2001年末 距离韩日世界杯开赛也就半年时间了 我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了那些工作拖拉的部门 要求尽快将三都主转换为日本国籍 三都主原名桑托斯 原籍巴西 1997年他在高中毕业后作为外援加盟了清水鼓动队 之后三都主在日本联赛迅速成长 1999年22岁的三都主帮助球队获得了联赛第二阶段的冠军 并荣英联赛最有价值球员 创造了这一奖项的最年轻得主记录 为了获得国家队比赛的机会 三都主在日本足协的帮助下 于2001年底转换为日本国籍 2002年三都主成为了日本国脚 并代表日本队参加了当年的韩日世界杯 之后5年 三都主一直是日本国家队的主力 参加了82场国际A级比赛 并在2006年代表日本队第二次参加了世界杯 日本足协将外籍球员转换为日本国籍 然后在吸收到国家队当中 这项工作已经成为了常态 到目前为止 日本国家队已经吸引了7名巴西人 和一名韩国裔球员加盟 两届日本国庆队也分别吸引了外籍球员加入参加大赛 第一位加盟的外籍人士是巴西人内尔松吉村 他从1967年起加盟日本企业组策队 后来以日本女婿的身份申请并加入了日本国籍 但在是否让内尔松进入日本国家队这个问题上 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由日本球员甚至表示拒绝与他同场踢球 最终内尔松还是于1970年末穿上了日本国家队的球衣 先后代表日本队参加了45场国际比赛 之后巴西人小林乔治与纳成乔治等相继加盟日本队 中国球迷最早有印象的日本国家队外援党属拉莫斯 1987年拉莫斯加入日本国籍 1991年拉莫斯成为了日本队的队员 正是在他出色的中场组织下 日本队夺得了亚洲杯 这成为日本足球崛起的开始 日本媒体认为正是有了这位巴西中场球星的加盟 日本国家队至少少走了十年的弯路 巴西人洛佩斯两度获得这联赛最佳射手 并以自己的妻子是日本后裔为由申请转为日本籍 但由于他到日本踢球的时间太晚 几次申请都没有成功 1997年由于当时的日本队主教练急需用人 洛佩斯得以转籍并改名吕比虚进入日本国家队 并参加了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 从上世纪末开始 日本足球界的移民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 很多日本俱乐部和学校都主动到巴西等地区 物色有天赋的足球苗子 三都主天赋